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挑门将啊 刚刚这么好的机会 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如果把握住了 他们现在应该是领先的一方 可惜啊 足球没有如果 有机会 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领先了 这今天的状态出得太早了 基本上可以说 他们就是带着一个球的优势开始比赛的 这样近距离的机会 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门将当然也就只能忘求星探了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边路空间很大 往上的机会来了 门将做出了一次成功的扑球 脚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这球啊 没绝将的机会 堂施了一脚掉射 差了一点啊 要是他运气好 那么一点点的话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判断到了对面的意图 抢断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他是想要自己来吗 队友应该能拿到这个球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面对这样的防守 对手肯定是绝望的 控球技术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他们的狂轰滥炸终于获得了收获 带打进一球 他们今天全队的表现都很出色 如果这样都能输掉比赛的话 哎呀那也太不公平了 这个进球 很大一步怎样 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最后的这脚推设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漂亮的前场抢断 费兰 打门直接被拦下来了 他们又拿回了球权 王珊珊 进球的机会 现在又是他们控球了 直接过 费兰 前场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横传给中路的队友 但是对方的防守 让队友接球之后 不能很舒服的马上进行处理 脚球 球传向了进区中央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 接下来就看王双的了 这球全靠这门将啊 要不是他这球就危险了 机会啊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他们这场比赛做到了全神贯注 比分自然也就很好看 球没拿稳啊 球权交给了对手 还在带球 对手啊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刚才说这次进攻 可以成功 就被他们终结了 就被他们终结了 黄珊珊 老双 已经很近了 好大 又一个他们三球领先了 回放来了 看看这条球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上半场就大比分领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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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一次成功的抢断 这个球会有机会吗 看看王珊珊怎么处理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分差已经到了四个球了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最后来了一脚 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 美妙的弧线直飞往窝 双方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四个球 比分4比0 球权又转移到了他们这边 绝佳机会啊 门将不知道去哪里了 这种打空门的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的 没错 抓住对方漏洞 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非常漂亮 比分别的 比分被改决成了 4比1 裁判是以商听补食一分钟 裁判员一声照响 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备 中场休息结束 中国姑娘们比分领先 进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这不能不进吧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已经领先四个球了 什么叫手术刀弯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他们把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他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一脚横传传向后点 找这里的队友 这次威胁已经不再是威胁了 这球他自己不太好处理 如果丢球了 还需要后面的队友提供保护 这个拼抢破坏了对方的脚下球 这脚球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防守队员及时把球断下 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再判施以边线球 费拉尔 高出横梁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就是没能压住 重新拿到的球 这球该有了吧 守门员干得漂亮啊 如果这球进了 他可就有俩球了 给到禁区里 脚球弱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东方这是连续获得脚球啊 不想走了 前场队员的就地反抢做得很好 争取到了额外的进攻机会 球还在界内 球还在界内 目前的比赛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 好机会 一次完美的个人表演 完完全全展现出了足球的魅力 太漂亮了 无论多少次看见这个动作 大家都一样 会由衷地发出赞叹 马赛回旋 一个充满了传奇故事的动作 这一次啊 他用这个动作 帮助自己完成了进球 一番被改写成了6比1 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 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 真是太快了 刚才还在说 他们这球很有期望 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 边路现在很空 看他怎么处理 王双的机会来了 又是一个进球 对方的防线 完全被他们打成了筛子 看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 西梅娜·洛佩斯 这个球要丢了 对方的上枪非常坚决 和门将一对一的机会 门将做出了一次成功的扑球 他们要调整上场比赛的球员 前点 他们成功地断下了皮球 抢回球权 绝佳的机会啊 边才举其了 这个进球不算 越位在先 这个球的处理 只能说无可厚非 这么一点点的越位 更多的是运气层面的东西啊 嗯 文将成功化解了这脚远射 斯蒂芬尼米亚 在后场把球阐断 双妹子 往上拿球 张瑞 这脚射门直接就被封堵了 看看张瑞的处理 门将化解了对方的这脚远射攻门 就差了一点啊 其实他处理得很聪明 射得非常突然 对方守门员实际上还没有做好任何扑球准备 如果打在门框之内的话 应该是个毕竟球 没错 球权没能延续下来 交给了对手 球出界了 直接外球 边路有空间 可以让他做文章 很明显他们脱在状态 进球来的也稍微晚了一点 张传将球转移到另一边 双妹子往上拿球 一个空门的机会 有一说一啊 这个球啊 可以算是文将的失误了 对面送上大礼 门户打开 他当然不会客气了 是啊 空门的机会 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就是啊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南西安东尼奥 大安娜 奥尔多涅斯 队友被对方死死卡住了身位啊 没有能够争到第一点 网霜 起脚打门了 好球 今天这是他第三个进球了 他们这种攻防转换的时候 打得有声有色 断球之后直接一脚长传 往往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他们攻破了球门 分差太大了 第四官员举牌示意 53分钟 全中备处理掉了 选择打门 罚力没什么问题 高度控制上稍微差了一点 中场哨声响起